墨语云间中 长公主和沈玉荣间的感情 充满利益纠葛 扑朔迷离 今天凤凰将根据原著 第一嫁千金 来谈一谈 长公主为什么喜欢沈玉荣 沈玉荣爱长公主吗 以及电视剧中 没有演出的精彩剧情 长公主揭开 李景不为人知的性癖好 原著里携沈玉荣 身得俊美无双 温文而雅 一身白衣如一股清流 她还是秀才的时候 就有很多富家小姐 赶着要嫁她 婉宁公主第一次见到沈玉荣 就对她一见钟情 但是婉宁公主知道 沈玉荣的心里 不是没有薛芳菲的 所以她动手出去薛芳菲 原著和电视剧一样 是先下药让薛芳菲 被误会是红信出墙 但并不是沈玉荣去埋了薛芳菲 而是长公主派人用白仇 勒死了她 替长公主下药的 不是沈家母女 而是民意堂的先生 金城的第一女乐师 萧德英 因为她嫉妒薛芳菲的情意超过她 所以有一日 长公主的人找上了她 问她愿不愿意 在薛芳菲的杯子里放一点东西 她假意推辞 不为金银所动 对方便以刀剑相斜 萧德英便顺水推舟 装作不得已忍入负重的答应了 有朝一日东窗事发 她也能说是被人胁迫 萧德英在原著最后被定罪 达了五十大板 因为名声尽毁 在愤恨中死去 这一段是电视剧中没有演的 长公主手段之很利 还有一段电视剧没有演出 就是最事实 孟宏锦在马场上 不小心射伤了婉宁公主 任凭她是大臣之女 也被婉宁公主抓走 她不过是去公主府上的私劳 走了一遭 回来就疯了 这样一个地位高 手段又很烂的女子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但沈玉蓉偏偏不特别讨好她 她越是对婉宁公主冷淡 婉宁公主就越是爱她这副模样 时而冷漠 时而体贴 叫她看不清楚 电视剧里的婉宁公主很强势 动辄要沈玉蓉跪下 还有这一段悲惨的过去 导致她的性格扭曲 但小说里却不太一样 没有那段悲惨过去 而且面对沈玉蓉 婉宁公主的姿态有时候很低 甚至为了她抛弃公主的自尊 因为她是真的爱上了沈玉蓉 但沈玉蓉只拿她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等婉宁公主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一直很急着要嫁给沈玉蓉 后来又因为吃了假孕药 误以为自己怀孕 更是非常心急 电视剧中是沈玉蓉知道她怀孕后 建议她嫁给李景 小说里却不是这样 婉宁公主知道自己怀孕后 立刻去求自己的母妃刘太妃 但刘太妃实在看不上平民出身的沈玉蓉 婉宁公主用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逼母亲答应 刘太妃才因此去求太后 要太后去求皇帝 为婉宁公主和沈玉蓉指婚 张元柏曾是皇帝的老师 因此皇帝问她对这桩婚事的意见 张元柏认为沈玉蓉有过妻子 公主身份尊贵做一个续嫌实在委屈 因此建议了李相国家的李景 郑重皇帝的心意 因为在皇帝眼中 李相国长公主成王本就是一边的人 若是沈玉蓉娶了长公主 白白送了一个人才给敌人 当然这个安排也是江离 事先偷偷在江元柏耳边删封的 李景当时也已经23岁 以古代来说不小了 皇帝便在朝堂上将长公主赐婚给李景 李景是李相国的儿子 颇有才华 在小说中 岁氏仅输给叶世杰排名第二 年纪轻轻便仕途顺遂 而且洁身自好 形象非常良好 只是奇怪的是 李景一直没有婚配 传说中她不尽语色 连院子里都没什么丫鬟 小四倒是不少 都是12、3岁的少年 据说都是五父五母的孤儿 李景收留了他们 长公主的这道次婚突如其来 金卵殿上李景的脸色一瞬间就变了 晚宁公主得之后 也气得砸碎了房间的东西 但母亲刘太妃对她小以利害 皇帝不会杀晚宁 但若晚宁公主执意嫁沈玉荣 那么皇帝倒是敢杀沈玉荣的 加上刘太妃暗示晚宁公主 若是她的哥哥成王启示成功 到时候改天换地 圣子赐婚谁还会放在心上呢 晚宁公主才接受了这个安排 只是沈玉荣就不乐意了 因为她原本真的预计自己要娶长公主的 毕竟都为了她杀妻 就是为了走上这条富贵之路 原助理是这样写沈玉荣的 她是不爱晚宁公主 她和晚宁公主在一起的每一刻 对她来说都是不得已的敷衍 晚宁公主痴缠着她的时候 她想推开她 但如今刺婚圣子一下来 她的心里突然恐慌起来 这大概就是说明了男人真犯贱啊 但圣子以下无可挽回 晚宁公主的哥哥成王 知道沈玉荣和公主有情 还安慰沈玉荣 世上女子千千万 你是做大事的人不必拘怒于儿女清长 日后待沉舟的事业 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不能有 成王其实也看出 沈玉荣根本没有喜欢晚宁 如果他们两人真心相爱 成王会找李家商量一个两全之策 不过成王欣赏沈玉荣的狠毒 愿意继续重用她 晚宁公主出嫁当天 白糖的时刻脸都是臭的 她甚至规划当天的洞房 在酒里下药 李景就会不省人事 等到了第二日 她会以为和自己已经远房 一切都结束了 其实用不着这样 李景都不会碰她 因为李景其实根本不喜欢女人 原住中洞房当晚 李景没喝晚宁公主的酒 直接就醉倒在床上睡死过去了 隔天晚宁就说自己受了风寒 不再与李景同房 没想到李景果然是传言中的好批性 竟然也没有质疑什么 每日晚上就睡在书房 两个人还真的是绝配 虽然晚宁公主对此非常满意 但还是很怀疑李景为何能接受这一切 是不是在书房另有暖床人 她过为公主也不允许李景背叛她 于是有一天她擅自闯入了李景的书房 书房里一位婢女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暖床人 倒是有很多年纪不大的少年和孩童 生的都很清秀 说是李大公子仁善 收留了一些无父无母的孤儿 让他们在府上当下人 后来晚宁公主对外宣称 自己怀了李景的孩子 李家父子三人其实都知道李景不爱女子 李景也说自己绝对没碰她 怀疑公主为何急着出嫁 最后他们推断出 晚宁公主出嫁前肯定就怀孕了 李相国感到非常愤怒 电视剧中的李家结婚前就知道长公主怀孕 还自愿替公主当接盘侠 原助理的李家不像电视剧这么好拿捏 婚前李家并不知情 所以他们担心 若生下来的是儿子 岂不是要继承李家家业 因此李景打算弄掉长公主的孩子 只是李景下了很多药 长公主却都没事 因为她根本就是嫁孕 后来晚宁公主被不知名的人推下台阶 昏过去小产了 晚宁公主失去孩子后痛不欲生 反倒是得知消息的沈玉蓉 不感到一点悲伤 如今孩子没了 还平白嫁给了李景 晚宁公主后悔莫及 早知如此 还不如直接喝药 不要这孩子 等得了机会 还是能嫁给沈玉蓉 晚宁公主原本就觉得李家父子 对于自己怀孕 莫名的瓶颈 没有丝毫喜悦 后来婢女告诉长公主 她听到李景下药的事情 晚宁认为害她流产的凶手 肯定就是李景 晚宁因为愤怒 冲到李景的书房 想找她理论 意外发现李景半轮的身躯 和一大堆衣衫不整的少年 私混在一起 少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脖颈间还有带鞋的齿痕 李景的癖好终于被晚宁公主发现了 李景恍若无事的穿好衣服 与长公主对话 彻底否认自己 有对长公主的孩子动手 不过封批长公主 就是封批长公主 晚宁隔天直接冲到朝堂上 对皇帝说 我想要与李景合理 因为李景表里不一 在府中喂养药养卵童 于是李景也就大喊 公主殿下怀着身子 嫁入李家 沈大人你说是吗 你是孩子的父亲 你最清楚不过 搞得欲丝网破 人养麻烦 好不精彩 皇帝也笑了 他准了晚宁的和离 不过这三个人的花边新闻 传遍了京城 谁都没有脸再继续待下去 李景辞了关 沈玉荣也辞了关 荣华富贵皆成泡影 恩怨情仇转瞬成空 特别是沈玉荣 陪了夫人又折兵 什么都没了 后来晚宁公主 甚至被皇帝贬为庶民 只能靠哥哥成王接济 成王知道他 代求嫁进李府后 赏了他一个耳光 因为此举 让成王和李家间 生了很大的嫌隙 成王毕竟还是要靠李家谋反的 晚宁公主落难 正是主角群绝佳的复仇时机 原助理的薛怀远 被司徒九月治好后 去长安门前打实施名冤鼓 他为自己的子女喊冤 状告晚宁公主和沈玉荣 二人暗通还取 害了薛芳妃和薛昭 皇帝趁此享树立名声 让百姓了解 她是一位公正亲民的帝王 因此不会对晚宁公主手下留情 此时更大的事情被挖出来了 长公主撕射的司劳被发现了 里面囚禁了很多得罪她的官员 其中还有投听到长公主怀孕的秘密 被抓来挖了一只眼睛的江若瑶 由于江若瑶是首府江元白的女儿 皇帝肯定要给个说法 加上薛怀远的身份特殊 她其实是昔日的公布上书 只是因为看不惯官场 才到偏远乡镇当一个小丽 最后晚宁公主和沈玉荣被判刑 三日后问斩 原助理这两个人就这么落寞的下场了 死前将离来看婉宁公主和沈玉荣 对婉宁说自己就是戒失还魂的薛芳菲 以及甲韵之药根本就是自己下的 让公主非常崩溃 而沈玉荣则是疑惑的看着她 亲神问是芳菲吗 薛芳菲一句话不说 头也不回的走了 沈玉荣爱薛芳菲吗 原助曾写到长公主想抢夺沈玉荣时 她知道沈玉荣心中不是没有薛芳菲的 而沈玉荣也常常不由自主的想起薛芳菲的好 独自面对无理取闹的长公主以及母亲和妹妹 她才发现原来的薛芳菲有多好 替她忍耐了多少事情 沈玉荣爱薛芳菲不爱长公主 只是她贪恋权势实在不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在这世上到底还是最爱她自己 婉宁公主和沈玉荣死后 陈王也举兵谋反 失败后 陈王和长公主的母亲刘太妃 被皇帝赐了正久 李家则因为与陈王勾结谋逆 几百口人全都给判了死刑 这就是援助给他们的结局 观众们比较喜欢电视剧的还是援助的结局呢 想知道其他援助揭秘的内容 欢迎收看频道的其他影片哦